石油被称为黑色黄金 是工业的命脉 被加工成燃油和汽油等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也是众多化工产品 如溶液、化肥和塑料等的重要原料 用途广泛 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于国家而言 石油更是战备资源 能够控制石油 不仅会巩固国家的国际地位 还能重塑世界经济格局 世界石油产区分布不均匀 大多数都在中东的阿拉伯半岛开采 上世纪70年代 沙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美国是超级大国 但受到内外交困 一边应付国内的经济危机 一边又要抵抗苏联的压制 沙特希望通过美国的支持 换取地区安全 而美国则希望稳定美元的地位 从而化解危机 于是这两个国就秘密签署了 不可动摇协议 美国向沙特提供重要装备和军事保护 沙特也同意将美元 作为出口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 作为欧佩克最大的产油国 和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沙特有很大影响力 中东其他各国也都纷纷响应 遵守这一协议 美国为何如此渴望美元 作为石油支付的手段 从整个体系的运行我们便可看出来 首先美国印刷美元 从全球购买商品 与美国贸易中其他国家赚取美元 然后各国用赚取的美元 去中东购买石油 最后中东各国用美元购买美国的国债 美元再次回到美国手中 整个环流过程都需要美元作为媒介 任何国家即使是不愿与美国交易的国家 都不得不把美元作为储备 同时不可动摇协议确保了美元最终会回流到美国 使美国在整个体系运行中获得最大利益 美国在1973年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之后 便将美元与石油挂钩了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后 建立又以美元为主导的体系 通过石油与美元的联动 控制全球石油价格 最后影响全球经济 而石油美元环流这一设计 也使得美元靠仅仅一纸信用 在全球平稳运行了半个多世纪 在石油美元体系中 美国付出的仅仅是美元的印刷成本和发行的国债 却得到了全球购买的商品 其本质是美国绑架了全球经济 在全球经济稳定时期大发横财 就算美国财政出现危机 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手段增加印钞 转嫁危机 以今年的美股熔断为例 美联储推行了2.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方案 实际就是通过增加货币 让拥有美元储备的国家 共同分担其金融成本 当然多行不易逼自逼 今年面对油价的暴跌 全球石油需求急速放缓 各种支撑石油美元体系的要素正在变淡 石油美元体系还能维持多久 美国又如何打破僵局 需看之后的发展再做判断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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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